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朝鲜正式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与卢干斯克独立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新闻 这件事表明朝鲜会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与此同时也会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 根据相关消息 7月13号上午朝鲜驻俄罗斯大使申宏哲 与顿涅茨克驻俄代表进行了会谈 并递交了一份朝鲜宣布承认顿涅茨克独立的文件 与此同时朝鲜副外长会见了俄罗斯驻朝鲜大使 递交了一份承认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独立的照会 如今的朝鲜就是这么强硬 凡是美国支持的他就会坚决反对 凡是美国反对的他就要坚决支持 如今叙利亚已经宣布承认了两个地区的独立 接下来的国家很有可能是委内瑞拉 古巴伊朗等 因为这些国家都已经正式表态 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提供支持 这件事也表明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在进一步加剧 当然朝鲜的这一举动一定会招致美国更加严厉的制裁 但对于朝鲜来说似乎已经变得无所谓 因为多年来美国对朝鲜